香港人家连锁药妆店外头 大清早已经有好几百人在排队 每人限购一盒50片的口罩 因为排队人数实在太多 药妆店用发号码牌的方式发售 排队民众抢成一团 有些商店则不用取号码牌 但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两个口罩 外卖在江军澳和荃湾的商场 也都出现为了抢购口罩 大排长龙的景象 政府可以做多些很多 加强供应 特别是陈教处 这么多连城的口罩去到哪 而在望角另一间连锁药妆店 宣布要在四间分店 发售2000盒口罩 消息一出 马上有人龙围住整个望角中心 最后一张了 最后一张了 全面有少少希望 政府封关先 全面 看一下外国订货 外国朋友能不能寄回来 很多东西强硬一些 买贵口罩的 就拉人进风艇 那谁敢买啊 一包有五个 五个五十元 一位阿伯凌晨就来排队 好了好几间双店 终于排到第一位 但香港记者也发现 竟然有店家卖未来口罩 制造日期是今年三月 有民众买了之后 想要退货 却被拒绝 随着疫情升温 香港也出现口罩乱象 都是新闻 黄胜博 中晨节报导 几百日排队